正值奥运期间有网友发现,一位曾经举重冠军的女儿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求助,又有细心的人发现,其实女孩已经网络求助很久了,曾经的举重冠军采力,15岁的时候就获得了第一个冠军,而后的8年时间里,她曾获得了40多个全国冠军以及20多个亚洲冠军,但后来因为身体原因退役在33岁那年,就因为过度肥胖得了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,最终彻底离开了人世,如今妻子和女儿的生活陷入一片窘境,母女俩都曾患了癌症身体不好常年吃药 多次在网上众筹母亲甚至一度绝望地想要自杀,母女二人为了治病还欠下了15万块,近日有网友询问财经函与母亲的生活状况,并表示她可以发出来收款账号,大家都愿意尽一己之力帮助他们,财经函非常感动,如今她多次靠众筹命,虽然曾饱受争议但看着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,她别无选择,有大家的帮助就会有奇迹地出现,希望他们早日度过难关